看看这几张中世纪的画作 描绘的都是圣母子像 但不觉得画里的声音越看越恐怖吗 不像现实生活中白白胖胖的可爱婴儿 这些画里的婴儿反而更像是缩小的中年男人 甚至还有秃头的感觉 这关系到中世纪的人对艺术的看法 在中世纪绝大部分的人是文盲 而且书还很贵 普通百姓根本就买不起 所以艺术就变得更重要了 有教育普罗大众的意义 对中世纪的艺术家来说 他们比较不在乎真实性 艺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宣传宗教 表达正确的神学信息 让老百姓能透过画作了解福音 虽然说画中的角色是圣音 但其实画家就是在画基督本人 他们想表达的是基督就是上帝 而上帝是永恒不变的 不管是婴儿时期还是成人 都是不变的 文艺复兴时期后 靠圣画像解释神学概念的做法 就不再这么流行了 恐怖婴儿就逐渐消失了 画作从这时期开始追求真实性 婴儿基督的刻画就变得真实 然后可爱很多了 我是肖寒 下次再见 拜拜